1、2、3,Action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這麼多更小的袋 你以為我之前只是說這個袋嗎? 你錯了 你以為我說iPhone 12 Pro Max 錯了 很多人、很多博主都會介紹 Pro Max 但今天我們公司特意買了兩部iPhone 12 Mini 給我們做7屏 首先跟大家來一個開箱 今天主要的目的就是 來跟大家試一下iPhone 12 Mini 可不可以放得到我們這些Mini手袋裡面 首先來跟大家開箱看一下 iPhone 12 Mini是什麼樣子 有個盒子黏著的 好緊張 大家看看這個冰鴨很漂亮 這個綠色 這個很清新 很適合一些很甜美 很像我那樣的小姐姐 是嗎? 那先撕開看看 嘩這個實驗超棒 首先我不是打iPhone廣告 然後我們先來偵測平 好 先試一下我們的Cucci Super Mini 酒塵包 看看 哇 毫無壓力 應該可以放到第二部 我看看 嘗試一下 一點問題都沒有 好 這個尺寸 好 接下來看看這個 Chanel的珍珠包 嘗試看能不能放到 少少一點 沒有問題 兩部可能都可以 有點牽強 拿出來 嘗試這個位 這個位置很適合 可以拉得上 這個很棒 好 這個也是沒有問題的 都是可以放兩部 這次我來就試一下 我們的Chanel WOC的Mini 看看這個 這個 我覺得這個 iPhone Mini 是放在這些Mini的外套 兩部都是完全沒有壓力的 看看 甚至你放了兩部 之後 賺到整個袋型都出來了 多漂亮 這個也是很適合的 我現在就以這個Chanel今年 新出的WOC為例 對啦 它的袋型只有15Chanel 但它居然可以放到兩部 iPhone Mini 今期的視頻 主要是告訴大家 Mini手袋 已經不止可愛 這麼簡單 它已經與實用並存 今期的視頻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週見 拜拜